每回合五分钟 可使用任何门派的格斗技术 部分危险招式将会被禁止 胜出方法 KO击倒 降服对手 或由裁判打分判定 我是唐金 来自中国 我用25秒的时间 放到过昆仁爵史上最快KO记录 这是我付出汗水和类水 最好的证明 Всем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Инда Казак Я приехала из Белоруссии В то время у меня было немал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боев которые принесли мн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ий опыт поэтому в бою я так не готова В этот раз мне предстоит бой с Танжин Она опытная соперница с большим количеством проведенных боев но я решительно но я готова к этому решительно настроена на победу 我的对手 Лили亚 我看过她的比赛 所以我对她做了 很多大量的 军队性 и训练 我相信我能戴上她 Танжин давай покажем красивый достойный бой и пусть победит Лили亚 我相信我 一定能KO你 有请欄方選手 来自白俄罗斯 的 Лили亚 Казак Лили亚 面对的是中国的 ММА 一姐 唐金 和唐金 一样 Лили亚 也为 缠斗系高手 而且兼備 出色的 战力 打击的能力 在打 MMA之前 她就是 白俄罗斯的 自由国籍冠军 但是到了 MMA 规则下 Лили亚 在缠斗方面的技术 在缠斗方面的 才能 也是接连显现 在上一场 混乱军 广州战的比赛 是险些多次 降服中国铁拳 熊敬南 本次呢 对阵熊敬南的 同门师姐 Lili亚 卡扎克表示 自己也是 有备而来 掌声有请 同方 中国排名第一的 女子 综合格斗选手 伯基 为贵 唐金 现在出场的 就是 中国的 综合格斗 MMA一截 搏迹玫瑰 唐金 职业战绩 23胜9负 8次KO 混乱军战绩 5胜 1负 打赛经验丰富 经过几个月的 魔鬼训练 唐金又在 广州战 重回巅峰 开场25秒 就KO了 乌克兰的名将 安娜斯塔西亚 里巴洛七克 混乱军三亚战 唐金可以说是 遭遇了职业生涯当中 最为艰苦的一战 对阵 蒙古的选手 费亚马 在这场与费亚马的 熬战当中呢 唐金是 多次使用降服的技术 但多次呢 被亚洲柔道锦标赛的 冠军费亚马逃脱 但是最终呢 唐金是顶住的压力 用一记 后背的裸脚 降服了费亚马 这一次呢 面对于曾经 给自己同门师妹 带来极大麻烦的 白俄罗斯自由 国际冠军 利利亚卡扎克 唐金 是要证明自己 中国MMA一姐的实力 本次唐金 能否 进入考验 来是中国的 国际玫瑰 唐金 我们看一下 双方的资料对比 双方呢 身高相当 体重相当 但是在大赛经验方面呢 唐金是 有着比较多的 大赛的经验 好 我们把比赛的现场 交给主持人 赵显飞 蓝方选手 今年25岁 身高1米68 综合格斗战绩 两胜 一副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utter from Minsk Belarus Lidia 下面进行的是58公斤的综合格斗比赛 红方是来自中国的选手唐金 南方是来自白俄罗斯选手 比利亚卡扎克 比赛已经开始 好 双方这个卡扎克的马上进入状态 非常快 卡扎克以前是打自由波及的 所以这个战力非常好 是的 而且在上一场比赛与熊敬南 还是险些多次 降附熊敬南 对 双方现在在打战力 其实地面也都很好 是的 其实陈美老师在战前 好 双边鬼 双边 双方的一直尽力战力的对拼 在战前的其实 压紧钻 好 好 被唐静翻过来 就是 双过来了 非常漂亮 其实陈美老师在战前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双方技术都这么全面 上场超级要用什么样的计战术 是要打战力 还是要打地面 这完全要看临场的状态 十字步 下位的莉莉亚 莉莉亚在使用十字步 唐静要注意 把对手臂 莉莉亚的 看唐静能不能逃脱 现在应该没有 但是呢 看莉莉亚如何的去 唐静能放 哎呀 危险了 危险了 不 唐静 莉莉亚卡扎克 莉莉亚卡扎克 在 不能决长折战呢 可以说是 一个惊天板 对于 国际玫瑰 唐静 中国 MMA一姐的位置 肯定是世界各路的女主高手 都是一直是盯着看的 都想 都想把 唐静齐摆 但是今天 莉莉亚卡扎克做到 上一场比赛的话 莉莉亚也做了 熊俊迈的十字步 是 看起来已经都做出了 但是熊俊迈 用特别玩笑的方式最后解脱了居然 是的 对 这场比赛呢 对于 国际玫瑰常新呢 也是一次失利 打击 因为太快了 在选手在第一回合 一分零七秒 一手臂十字构 相复获胜 and the winner is the blue corner fighter one by submission arm on four 我好准备到这个比赛 我做了什么我计算了 它是短时间的 战场 她已经比较好 比这个战场 我非常喜欢这个比赛 我非常喜欢这个比赛 对于输掉比赛 唐靖思科的心情难以平复 作为师弟的杨建平 更加为师姐的措施良机 而感到惋惜 然而唐靖告诉我们 不论输赢 他都能坦然面对 因为他在下一次的比赛中 一定能绝地反击